咖啡店送货员准备离开 关上车斗后门 但当他按下货车升降尾门开关后 状况发生了 货车司机右手没有及时伸出来 卡在后门跟升降尾门缝隙里 使出洪荒之力 还是拔不出来 如果骑士看到了 赶快停下来 冲上前帮忙 但司机的手臂还是被紧紧夹着 这样下去不行 热心骑士转头 请人帮忙 我就是注意到他旁边那个人 就是手已经是被夹在货车的后面 意识到说他就是叫我们赶快叫救护车 然后就整个大家都动起来 好几名店员也冲出来 大伙实境要拉开升降尾门 还是徒劳无功 隔壁是刚好有个受益诊所 好像也被通知 他们就有带一项是润滑剂的东西 看可不可以帮助他脱困 过了四分多钟 货车驾驶的手终于抽出来了 没多久救护车也到了 消防队员减伤 这名大约38岁的送货员 右手拇指 中指 被货车尾门夹伤 包扎止血 另外疑似有骨折 手臂手指固定后送医治疗 但司机的手臂怎么会卡进去 这升降尾门靠电力跟油压驱动 车上有类似装置的送货司机说 他们几乎都是使用无线遥控器 或者利用脚踏板来操控尾门 毕竟升降门板上身后 跟后车门缝隙小 如果使用有线遥控器 又没有避开门板 受操控时呈握拳状态 的确有卡住的风险 而发生意外的司机所属 参与集团总部说 司机在操作过程有疏失 发生意外 当天送医治疗 公司也依劳机法规定 提供医疗补偿 目前他人休养中 公司发现问题 隔天也立刻检视货车 增加无线遥控器 未来更会强化员工危害意识 道士店内的客人看到这一幕 虽然是心惊胆战 但有这么多人热心上前帮忙 协助司机脱困 心中涌现的 还是大家常说的那句话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TVBS新闻苏太影 亮文汉红彩轮 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